马德华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演员 他因在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中 扮演猪八戒而深受观众喜爱 近日 马德华在北京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回忆《西游记》的拍摄网视时 这位75岁的老人对着镜头打开了话匣子 让我演了猪八戒之后 我第一感觉就是 那时候就是想起了一句什么词呢 叫任重道远 杨洁导演那时候跟我讲的第一次跟我说 你弄个小品像猪八戒 但不是猪八戒 我就体会到什么呢 这个就不是按戏里猪八戒那么去演 不是那么演 它是按人去处理的 1986年版《西游记》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其中 憨态可居的猪八戒 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角色之一 为了扮演这个角色 马德华需要长时间佩戴面具和假肚子 汗流加倍是家常便饭 还曾因为掉微眼而受伤 谈及这些经历 马德华表示吃苦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难题是如何塑造 生动自然的猪八戒形象 吐吃人生果那集好像让我去做饭 这里头有锅巴 嘿嘿嘿 得了 我先来一块儿 就拿起这锅巴并没有到那马上吃 我得找个地方舒舒服服的 上这一坐一看来来来来 就这一下 其实这就是他的细节 那么狼扛的身子 弄得小腿一别 就像这种东西 好些都是设计的 等于是他的可爱心就来了 不是说强调他的萌 他是一种心情的一种表现 你首先要把他的最根本的那种 人性要调动出来 马德华1945年生于北京 他自幼好动 喜欢看武侠小说和京剧舞台上的 花莲五声戏 15岁考入中国京剧院学习戏曲表演 据马德华回忆 这段学戏的经历让自己受益良多 为之后的表演事业打下了扎实基础 因为我从事的原来是戏曲 那么后来又跳到了影视 又从影视 又演什么这个话剧啊什么的 虽然都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是他有共通的地方 你要看见那吃的了 贪吃 这看着你说多难受 是不是 他就是 哎呀真好吃 我来点这个 他就让你觉得真可笑 他就是这 他不是让你可憎 所以这个从事各种艺术门类里 不同的门类吧 但是我觉得他都能互补 虽然猪八戒的成功塑造 让马德华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但与角色的高度捆绑 也一度给他带来困扰 多年来 马德华陆续试水 多种不同表演形式 在影视 话剧 戏曲等领域挑战新角色 试图打破人物定型的局限 近日 马德华现身一档戏曲综艺节目 在京剧《十欲灼》中反串刘媒婆一角 他坦言 唱戏是自己对于多种表演形式的尝试 同时也是自己生活中的最大爱好 唱戏呢 如果我嗓子要是非常得心应手 唱起来非常的哎呀 过瘾 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释放 另外呢 要有一种兴趣喜爱 你只要喜爱它 你就是在受多大的委屈也好 痛苦也好 你都能给它化解 虽然现在好像说绝对年事已高 我觉得我应该随时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觉得我还行 虽然一直试图打破猪八戒带来的定型意味 但马德华表示 只要有好的故事 自己并不会拒绝再演猪八戒 在电影新作《真假美猴王》中 马德华与六小灵童携手再续曲经之缘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 电影拍摄暂时放缓 但马德华表示 自己依然会锻炼身体 参加排练 并为猪八戒亮相荧幕做好准备 现在我们那儿也是已经都拍了一些那个谱桌呀 什么这个扫描啊 都拍了一些 而且整个这个这个运作的方式啊形式啊已经开始了 主要是要于状态 天天就是想想这个中间我就开始要锻炼了 要走路了 嗯 要不然最起码的一个是那个那个体力你拿不到 对就算出时间了 我们一起 sprawô 我说到処 zombie房子了 好 虚假 脑内川